好,那有12个朋友们问说,唐墨是不是可以分享了灵性生活的内容? 当然可以啊,举例来说,像我有的时候就会,刚刚讲到那个Reverie嘛, 我会神游太虚,不一定是太虚了,就国际太空站嘛, 那然后国际太空站也可以说是太虚,因为是在太空里面啊, 那我会从那边看地球,那一方面是当然冥想, 本来就是观想,就本来就可以召唤出那个形象, 那或者是说VR也很有帮助,因为我之前在2016年, 就是总统大选前一个晚上,我的朋友都在那边看那个周子瑜的二维的影片, 那但是只有我完全没有花时间去看,而是那时候我刚拿到GearVR, 就是随身的VR装备,然后就用,应该是叫SpaceVR吧, 这个Rent StarChart,当时是用StarChart,然后就一下就到国际太空站, 或者到月球,然后透过那个转身去看地球, 那看到了地球就有一种好像看到家的那种感觉了, 我后来拿去法国给很多人,包含这个Suskia Sassana等等, 他们都真的带上之后,不管他在哪里,第一个就是找地球在哪里, 那他视野里面有地球,他才比较安心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地球真的是很脆弱,很小, 然后好像无形之中就有一种,那我会想要做一些事情, 对整个地球好,而不是只对我旁边的人好,的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那这样子的情况并不是我一个人, 或者这几位哲学家才有,而是任何人都有, 任何人只要去过太空再回来,那这叫overview effect, 就是总观效应,基本上都一定会变成比较好的人, 那这也算是一种灵性生活吧, 因为我们在地面上面比较难这种所谓, 开天眼去红尘,那但是就是有VR的话, 一瞬间就可以召唤回那种感觉, 所以我在太空站的VR,里面待了够久之后, 其实我现在随时就是不一定需要盘队, 但是闭上眼睛啊等等, 确实就会有一种好像突然之间到了地球外面的这种感觉, 那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对于永续发展等等的这种灵性生活的感受, 很有帮助,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想要做任何事情, 是所谓pointless,就是你只是把地球上一些东西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长期看起来对整个地球没有好处, 那感觉就会觉得很浪费时间, 那但是在地面上比较不会觉得浪费时间, 因为反正就是有externality, 就是有不好的外部性的地方你看不到嘛, 但是如果你一直保持在拍空看地球的感受的话, 这些都感受得到,而且感受是异样强的,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算是隐形生活的一部分。